因应竹科及新竹工业区半导体制造业用电需求不断攀升 为了提高供电品质 台电新竹区营业处决定自行成立施工班 并在5月11号举行接牌仪式 电力建设是工业之母 那很高兴总公司对我们新竹复国神山的重视 所以说给我们增设四个施工班 来协助我们推动新竹地区的电力建设 让所有的厂商所有的用户都有电用 也能够提高供电品质 那希望我们在这个施工班的成立之下 能够进行技术的传承 也能提供用户更优质的服务 以前的话是我们是外包比较多 那是随着那个人力的老化及社会的变迁 他们就是城南上比较不容易遭到人 那所以说借着我们自己培养施工班 一方面我们是进行技术传承 一方面的话是我们更具体的掌握 那个线路维修服务的主控权 新竹区处施工班共有四班 每班六人共设置24位施工班人员 阵容虽然男性居多 但四名女性成员却格外亮眼 年龄介于20到30岁相当年轻 并且都考取了高难度的配电线路装修 技术士以及征兆 我们施工班比较有特色是说 我们有四个女孩子加入 那我们这四个女孩子都非常不错 经过不让须眉 都是考取了线路装修的以及技术士 那相信在他们的加入之下 在我们这个施工班是男性的社会之下 我相信能够给我们更加的活力 更加的柔性 让我们对民众产生更优质的服务 当初是家人有进来工作 然后他们推荐觉得台电这份工作的福利不错 所以就推荐我们进来 然后现在也觉得台电是真的不错一份工作 最辛苦的地方 可能是有时候下雨天或是台风天 还是要出去工作 对然后体能上可能有一个男生有点跟不上 所以私下就要在自己去练习一些体能的方面 施工班的成立将加速完成 政府各项公共工程电力建设 未来积极投入各项重大公共工程配电外线扩建 用户用电加速供电 灾后复旧等各方面任务 记者简舒淇新竹采访报导 发行了 啊 又滚